雨炸南投仁爱乡多处道路摊坊与卢山历来饭店地基掏空 台风卡姆外围环流影响加上西南风增强 南投仁爱乡与是惊人 自2日至4日晚间90许 侧站雨量达992毫米 全台最多 多处道路摊坊泥流与溪水暴涨 都达村道路更是变成黄河 土石流灌进民宅与汽车也遭埋 卢山历来温泉饭店地基掏空流失 有整栋倒塌风险 目前无游客滞留卢山 仅少数业者留守 普里镇守城桥也出现下陷 桥面呈波浪状 结构已受损 警方禁止人车通行 卢山与河欢山公路部分路段应多处积水泥流 4日晚间8时起预警封闭 台风卡姆远离西部仍虚防豪宇南投仁爱乡与高雄嘉义部分地区5日停班客 豪宇4日轰炸中南部山区 南投县仁爱乡与高雄纳马下区等5个行政区 以及嘉义县竹崎与梅山与阿里山湘5日接停班停客 中央气象局提醒 台风卡努路上及海上警报解除 但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仍需严防豪宇大雨 尤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连续显著雨势 东半部地区亦有焚风 慎防高温及农损 5日主要雨势热区分布在台中与南投山区 还有在嘉义以南到屏东的山区 随后续西南风渴望逐渐减弱 6日到7日降雨将跟着减缓 台风卡努易柱增稳水库蓄水率回升到三成以上 台风卡努虽逐渐远离台湾 4日中南部山区仍受影响出现明显雨势 增稳水库集水区单日累积降雨量超过180毫米 蓄水率回升到30%以上 并渴望持续增加 南水局4日晚上8时观测资料显示 增稳水库蓄水量1亿5588万立方公尺 蓄水率30.75% 相连通的乌山头水库蓄水量5597万立方公尺 蓄水率70.66% 两座水库两天来增加约4000万立方公尺 南区水资源局指出 目前台南水晴灯号仍是代表减压供水黄灯 增稳水库蓄水率仍偏低 呼吁民众维持节水习惯 台股周线收黑蒸发于1.3兆外资7月卖超创进10个月最大净汇出 台股4日收在16843.68点 较上周下跌449.25点 跌幅约2.6% 电脑及周边设备类指数跌幅13.09% 最深 玻璃陶瓷类指数逆势上涨8.25% 居首 全体上市公司总市值为新台币52兆9223.57亿元 较上周7月28日市值减少约1.3兆元 金管会也公布外资最新动向 今年7月整体外资净汇出47.018亿美元 终结先前连2月净汇入记录 并创进10个月最大净汇出量 友达光电关闭台南二场对百人提优离 面板大厂友达光电计划关闭台南C5D与C6C厂 将产能调度集中至其他产线 台南市劳工局调查 受影响劳工200人 公司对其中100人提出优离方案 到今天为止有98人接受 劳工局表示 友达台南厂提出关闭云因为考量终端需求及长期供需量缩影响与布局市场新技术及高值化商品需求 对于不接受友达公司所提优离方案的劳工 劳工局将主动关怀 后续事实提供必要协助 前日乡麻生太郎8月7日访台近见蔡总统与调宴李登辉 外交部表示 日本前首相与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将于8月7日至9日率团访台 此次除了是麻生睽違一二年访台 也是台日于1972年断交后 自民党访台的最高层级干部 麻生将规见总统蔡英文及副总统赖清德 并参加凯达格兰论坛担任专题演讲贵宾 访团成员也将前往五指山国军公墓调宴前总统李登辉 日本媒体预测麻生此行是为了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并招揽半导体相关企业赴日本投资 台东县长称为或前瞻补助渔业署说 功能不同与曾补助渔港建设近15亿元 台东县长饶庆龄4日指台东县渔港为或前瞻补助 农业部渔业署回应指出 民国108年至112年期间总计补助台东县渔港及相关建设约2.02亿元 交通部也曾补助码头及其他工程等12.9亿元 合计约14.93亿元 且台东县市辖内的渔港署第二类渔港 与前镇渔港第一类渔港的功能性与船只大小等都不同 如果县市政府所提渔业建设 符合公共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渔业署人会以公务预算予以支持 U12少棒赛王宇祥玩封韩国台湾晋级冠军战 U12世界杯棒球赛台湾队4日复赛与韩国队交手 王宇祥投打俱佳 先发六局演出一安打玩封韩国 打击也敲出一支安打 绿队以1比0拿胜 台湾队拿下期连胜与提前取得冠军战门票 5日复赛最后一战将对上美国队 总教练陈明仁表示 台湾队已经确定晋级冠军战 但5日的胜负可能会影响冠军战对手 还是要全力抢胜 也借这个比赛再重新让球员调整一下 世大运田径彭明洋400公尺跨篮摘金达奥运标 台湾男子田径好手彭明洋4日出赛成都世大运400公尺跨篮决赛 标出48秒62成绩摘金 打破高悬22年的全国记录 还达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标准48秒70 彭明洋这届世大运状况调整出色 准决赛跑出所有选手最佳的48秒97 也是台湾历届在400公尺跨篮第三节 仅次于全国记录保持人陈天文的48秒63与陈杰2019年雅锦赛的48秒92 雄狮图书出版社习登李贤文说 台湾美术道路不会结束 老字号美术出版社雄狮图书4日宣布将习登 创办人李贤文受访表示 他在1971年创办雄狮美术月刊 隔年成立雄狮图书 是想为台湾美术做一些事 后来感受到阶段性任务完成才将杂志停刊 对于出版社将关闭 李贤文说 雄狮图书的赤字问题一直存在 但主因是他不知道要出什么书 才会提出让出版社告一段落的想法 不过他始终相信 台湾美术的道路 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 新一代人一定会有新的做法 让台湾美术这条路持续走下去 开箱老照片中日合约生效确立战后台湾主权 1952年8月5日 中日和平条约双方换文生效 中华民国与日本正式终止战争状态 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二战结束后 战胜国与日本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和会 议定日本投降的相关事宜 会中签订旧金山合约 其中明定日本放弃台湾与澎湖等的权力 1952年 中华民国与日本政府代表在台北宾馆签署中日和平条约 又称台北合约 同年8月5日双方换文生效 该条约承认旧金山合约的内容 确立了战后台湾的主权地位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